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那天迎来了这个政协会议啊最犀利的言论就出自他的口概括来讲一句话说我做官二十多年感觉说真话越来越难他当过审长 所以说呢这个说真话又成为一个两会上的一个话题而且呢他自己讲的这些个我觉得有你比如说他说 比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张维庆说我听电话听了二十年了每次都差不多可为什么收入分配的差距还是越拉越大就是了解情况的渠道不畅通 他就说啊他认为领导下去视察啊经常现在看不到真实情况了你知道吗 而且就说现在你要是一个大领导下去那在地方上啊那可是个大事你看什么地方跟谁说话对吧讨论会的成员是谁那简直就是一个是个什么呢咱也不好说是个活动吧 这是个活动所以呢他就而且他还提出一点这个张维庆就讲所以他有这个做官的经验他认为我们的这个官场上啊存在着一套官话 这个我呀深有同感就是说还是因为我们是个文学民族还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什么领导讲话的这个指示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国家就是很多事情 你比如我在香港实际我有点讨厌香港有时候过于死板教条但是呢有另一方面就是没有争议对吧就是说我们有法律有条文有很多管理规定用不着人出来对吧就拿拿这说事就完了吗 符合哪条规定的话你可以说不符合哪条规定的话不可以说全民都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完了吗 但是张维庆提出来呢我们有一个官话系统 所以说呢你看领导开会讲话他还谈到为什么开开会开会太多太多这个事也说很多年也解决不了他认为有他具体的原因你比如说每次领导发指示啊是通过领导讲话这个渠道传递下来的所以大家在记大家记记记完了之后呢又揣摩比如说这个领导讲话我都知道专门有个秘书班子哎呀那很多秘书到后来也做高官了这是考验水平完全在几个字用词 甚至是啊这个词啊放在前头还是放在后头威严打义啊春秋笔法而会做官的人呢就格外会揣摩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每次开完会我们要揣摩领导讲话到底是什么精神什么意思 他认为这也是阻挡这个领导了解真实情况的一个障碍你知道吗 就是为什么不敞开天窗说两话或者说明文法规咱就清清楚楚呢对这个呢也变成香港每年报道两会的时候最有趣的一点就每年两会在开的时候香港媒体最热衷的话题是什么就比如说每年我们中央领导人都会对香港说几句话嘛在两会期间然后每年大家都花好几天来猜 这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深层矛盾 什么叫一而不举 而且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是解释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出来 没错就每年猜一回迷 而且我可以给你们看看这个网友现在这个爱聊这个了是吧 一个说说真话提出了很多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这个字字字字你看 人民论坛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七点四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 我也是这百分之七里边的 然后你看啊就关于这个中国的统计局 二月二十五号统计局发布的这个称中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百分之才一点五 民众呢普遍质疑 那么这个质疑不断 关于这项新闻的评论很快达到六千条 网友直言说见证了奇迹发生的时刻 你再看下边也很有意思 咱们导演给看一下下一张 就是说统计局的发言人在09年12月份表示 CPI啊就是这个呃等等等等受这个什么带动 说现在不存在通涨预期 当前价格水准还在低位运行 但是好多论坛上呢有近八成的网友对不存在通货膨胀的言论表示出强烈质疑 有网友甚至表示现在通胀以言不是语气而是真真实实到来了 然后呢09年72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啊 这个职工的平均工资的资料 说各行业越平均工资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吧 不过有网友确称自己的工资是倍增长 跟今年四月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在港职工平均工资是一样 不少人对工资统计也提出怀疑 你看再看下一个 这就是讲的一个就网友评论说统计局就是个计算器 上海想怎么算就怎么按 然后呢 基线林老留下来的话 假话全部讲 真话不全讲 不过我想啊 其实刚刚讲这个问题啊 我真的感觉到我很认真的说 我真的觉得在过去几年间 关于真话这个问题上面 在现有的制度 比如说我们温家宝总理不是说要监督政府吗 甚至今年的工作报告还说 干脆变成批评政府了 那么我们批评真的是旗感旗感 这个你现在说到批评政府了 那么一方面说是这么说 但整个体制 我觉得这个批评监督的渠道 我坦白讲我觉得在倒退 那但是另一方面是民间的这种监督的欲望 跟潜能越来越大 比如说像网友现在微博的出来 大家这个欲望越来越强 所以我改装一下最近韩寒一个名句 最近韩寒不是说了吗 当前我国主要矛盾是在于少部分官员道德水平的不断低下 与广大人民群众智商的不断上升 我们可以改装一下 当前的主要矛盾就在于我们部分官场的这个习性越来越封闭 但是大部分的人却越来越向往开放 跟有能力开放 所以你比如说像你说要讲真话 你如果比如说上访 或者跟任何原来的传统的渠道出现不畅通的情况 比如说被解访了被怎么样的时候 那有时候你就要靠舆论 你要靠媒体 说不定有时候很多很高层的官员 他是透过看报纸来了解情况 比他下头递上去的东西更准确 但是问题是假如你要求所有的传统媒体 报纸传媒也都他的主要工作变成是引导舆论 而不是反映舆论 舆论是什么 舆论是老百姓的声音 舆论是你不应该老实强调引导他 而是应该让他上来的 你抢他麦克风啊什么 这你还听得到谁说话呢 这个啊 这个最近我的同行啊 也是这个央视的著名主持人崔永元 人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 说到政协上实话实说去了 也因其他注意 就讲你说的 他就讲啊 说现在这个群众啊 实际是越来越聪明了 尤其是网友越来越聪明 他说你比方说啊 你这个温家宝总理讲建保障性住房 说过去比如说两百万套 以后我们要建三百万套 这是实实在在的 他就觉得你有些地方政府 你说什么呢 比如说说我们要增加百分之 明年我们要建保障性住房 增加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 他说这个 如果你去年建了一套 你今年建了三套 也叫百分之二百 就说你这个你蒙不了人呢 这个 而且你就发现嘛 现在有些那种 特别是很低级那些干部啊 真的是把老百姓当傻子 去年躲猫猫躲死的 今年不是还有个喝水喝死的吗 他们说现在这个 看守所里都出了那个连续剧嘛 第一个躲猫猫喝死 睡觉睡死 然后到最后喝开水喝死了 到最后喝两个水都喝死了 你说老说这种话 你是把人当什么呢 不过再说回来 我觉得今年还真的是很多真话 就今年两会啊 真的是响应了号召 而且我只是说批评政府啊 就很多真话都出来了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 要要媒体 要看好自己的本分 要引导舆论 这是真话 然后还有什么是真话 我特别注意到就也是咱俩同行啊 央视的主持人朱军 你听过他那话吗 就说现在有些人就反映 说大学生呢 那么有个大学生啊 已经找不到工作 找到什么工作 跑去掏粪 掏粪 然后朱军呢 在会议上 政协会上说 这 这是好事啊 实在是 大学生掏粪 这我们不应该说是大学生 这个 现在很惨 反而应该说是看到我们掏 我国掏粪事业的前景 越来越眉毛了 看到这个 他们的大学生的思想水平高 工作能力高 我们掏粪子业务也会好起来 真话 真话 枪枪赛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朱军这样讲话 很可以理解 因为我想他这个委员 大概不是掏粪工人选出来的 是上面中宣部 或者什么有关领导 安排的 他们要他们讲真话 完全不是因为这些人 现在政协人大代表 都是要么是劳动模范 总之都是精英 先进工作者 他们大致的成分 他们归纳有三种 一种就是各行各样的 劳动模范 代表 什么张一谋 刘强 等等 第二类就是说 各种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有可能是因为 睡觉的多 有可能是因为 像某个领导 这个输送的 什么什么 总之他们也得到了 这样的位置 另外第三个 政协人大的很多负责人 现在其实都是从 党的第一线 退下来 退下来的 就是你这个年龄到了 或者你因为什么事情 上不去了 然后你就去了 是元老院 所以这三部分人的主持 主持 其实谁都能讲真话 关键是 你这个位置是谁给你的 你对谁负责 屁股决定脑袋 对 屁股决定脑袋 你假如说你是有一帮人 两千个也好 两万个也好 是他们选你出来的 你如果对不起这两万个人 他们关心着你说什么话 你如果他们对你不满意 这两万个人下次可以不选你的 那你说话的时候就想着这两万个人 而你说话的时候你是想着某一两个人 他们对你有恩 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圈了你的名字的 那你就想着这一两个人 对不对 所以你就对为谁说话的问题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说现在呢 因为的确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用会言 就是人大政协的这个代表性是构成的差异非常大 就有的人你没觉得我选过他吗 这人怎么选上来你都不知道 那这种人呢 他就没得说了 但是现在最奇妙的是什么 每一届啊 当然大家常常批评一点 就是说我们太多退休的官员跑到人大跟政协去 可是反过来看啊 我们去看我只是个印象啊 连续好几届 你觉得在政协人大里面说话说的比较勇敢的 就是退下来的官员 就是退下来的官员 他没什么负担了 他已经没什么负担 这很有意思 而且他有不满 对 我跟你讲 这很有意思 你讲的那个是这个有有有他的道理 但实际上中国人是很复杂的 甭管他什么原因上来的 有些这个常委 你比如说歌星这个韩红对吧 参加分组讨论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民航飞机延误 他就批判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也他自己啊 也觉得我现在发现一年比一年呢 有进步 就说真话方面 就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有什么 我就说真话好了 对吧 其实环境可能是越来越宽松了吧 那么反倒是像文道说的这样 有些人呢 不放话 所以说我就说我也说句真话 我就是说季献林讲什么 我按照季献林说的 假话全部说 真话不全说 可是最后我发现了 就只有沉默 沉默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我现在讲一个问题 好比方 我是凤凰的 我经常觉得我有很多真话 我有很多没有说得出来的话 对吗 我经常觉得 也有一种伦理 你不要连累别人吧 哪一种伦理更大 对吗 比如说我的自己是 我可能是个小人物吧 我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如果我说这个话 是比如说许子东告诉我的 我跟为了国家 我就说把许子东出卖了 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 对吗 那么就大概就小人物 我一样啊 你在一个媒体 对吗 你不能连累人家 对不对 所以说百分之七十几的网友 为什么说说真话 这个有难度呢 就是你知道吗 中国有些这个情况啊 它是阴的 是你看不到的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在这批评谁 说谁 可以 我甚至做好了准备 他刀对刀枪对枪 跟我就我所说的这件事情 我们来对峙 我们来讨论 我们来辩论 可是我知道 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的 你说了这个话呀 没有人理你的 但是呢 你这个人没有小辫子吗 你这个人没有弱点吗 你没有弱点 乃至于你所属的单位 没有弱点吗 他要生存吗 你明白吗 最后你 所以什么叫人情 所以我非常非常通情 就是你讲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刚才说了嘛 讲真话 对人大政协代表 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就好像你讲的 你每一个委员上去 他都知道 有某一位 几位 划他的名字的 支持他的 我今天在这里乱说 我至少对不起他 人家对我是一番好心啊 栽培啊 照顾啊 帮助你啊 这个所以根本上 不是在于代表 他们讲话的 他们的道德啊 我觉得这不重要 关键还是 假如你是选票出来的 所以 现在改了 农村将来跟 城市的这个选举额 不是一对四了 意味着现在这些人口大省 将来会大量的扩大代表制 新的选举制度应该跟上吧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就是说如果 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脸朝上的 这么一个整个制度 这是我们中国 这个不怪目前的 所有领导人跟各级的人 这个是在我们国家 是几千年都是这样的 几千年都这样 我们从来没有脸像下过 我们从来脸都是向上的 向着朝廷的 每时每代都是这样 能不能一点一点改过来 我跟你说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脸 需要向广告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这次这个启动 这个关于说真话 这个张维兴委员 这说真话这个讨论 我的第一个联想是什么 你们想不到很奇怪 我觉得说在未来很多年以后 咱们中国的各项这个这个民主自由啊 肯定就跟今天今天一席比了 对吧 那么有了一天 比如说是彻底的言论自由 我就觉得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失业了 你明白吗 因为我们这种人 干了十几年媒体的人 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 好比说我们的功夫就在于哪啊 这个说话呀 能打这个擦边球吧 又不会出界 又不会惹麻烦 但是又尽量呢 能够渗透出一些真话的信息 你知道吗 玩的就是这个功夫 你别 将来有一天 如果说大家可以随便说话了 我觉得 那 不是啊 你照你这个说法 那美国那些脱口秀怎么办 对不对 他也有分寸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担心 你要有真功夫就不用怕 但是我觉得问题在哪 就现在这一届 你刚刚只能说到那些改革 这些都说了好多年 很多委员也都说了好多年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动静 那么今年我听过这两个最具体的改革方案呢 一个是一帮的委员联名提起了一个议案 就是说以后这个投票啊 他们现在投票是按钮的嘛 那个按钮机上的该加个盖子 有点像那个提款机一样 别让人看到投票意象 那是今年我听过最民主的一个改革了 然后呢 自早可以投弃钱票 没人知道 对然后第二个呢 害怕打击报复 就香港有个政协委员呢 还当过人大的 他就反映 他说我在人大开会啊 这个我们老鼓掌 政府说的话我们就鼓掌 说来政协这个鼓掌 大家不太协调 说这样不太和谐 说能不能够安排一个专门的人 引导我们鼓掌 这样和谐 我跟你说 这是跟综艺节目学的 以后你做团节目 以后专门有个机器 自动 其实现在都有 其实现在都有 你听讲话 他到时候停顿一下 或者声音提高一下 你们就是不会 说明这些政协委员听得不认真 他不懂吗 这香港人 还有一条 也有一个人问过 就是外面 完全不知道 他说别的地方呢 总有一个投票 就是说有 比方说2000个人投票吧 总有比方可能是被1200赞成 800反对 或者是 他说在中国这个从来不会出现那么接近的一种投票的 所有的投票最后都是绝大 比例通过 如果有10% 20%的不赞成之类的 有些报告 那就是巨大的事情了 也有 也出过的 其实80年代 85年的时候 是你记不记得有副省长被人大罢名过 是吗 有 那么大伙什么都忘了 80年代很多这种的 然后什么人大集体的 那时候保冈保 好像是河北的 北京那帮 有帮人大一起提议案 也是联名一百多个人 那时候很多 上海那个时候有副市长是差额选举的 现在的问题 我回答文道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 我们都是在讲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这个制度需要改革 而是怎么来改革 但其实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需不需要改革 你知道中国过去的十几年 二十年 经济这么奇迹的生长 全世界都好少有的奇迹 我知道这是中国模式嘛 所以现在有这么三种 最基本的看法 也就有争论了 我最近一直讲这 我问问他 第一种就是海外的那个 就是要默化的力量 就是说 中国这个制度不变 越增长越危险 第二种说 这个增长制度可以慢慢变 有了这个增长制度慢慢变 但是还有第三种看法说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高速增长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独特的制度 就是因为我们超报告 就是因为我们把整个舆论 不是向从下而上的反应 而是从上而下的宣传 那白毛黑毛抓住老鼠就是好吗 我们经济这么高速成长 我们为什么要改我们 我们正因为我们这个制度 才保障了我们的高速成长 我们千载难逢的民族 可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改变 所以你们 我觉得这种话我是最反对的 就是说这一回啊 你说说真话还真有些真话听 就是昨天保安上是体育总局副局长嘛 不就出来说了 你记得周扬 我们在北京香香还说过 说周扬拿了奥运冠军 感谢爸妈说什么 将来可以改善他们生活什么 对对对 大家不都说好吗 结果呢 昨天呢 我们的体育局副局长也说真话 说说不对啊 周扬拿了说话 说他该先感谢国家 然后后来记者访问他妈 他妈说好吧 女儿以后你就先感谢国家 接下来为您播出 两位访问 怎么能先感谢国家呢 应该先感谢党吧